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就是為什麼你也想來考這個職位 如果你是沒有做什麼功課的那種 你可能大學剛畢業的新鮮人啊 很多人都會回答說 我很喜歡旅行 然後我很嚮往這一種 公平很有氣質很優雅這些形象 還有生活 當然這是你最初衷的想法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當作回答 有個盲點是 旅行是你個人的興趣 就是跟公司沒有任何的關係 公平到國外過夜啊 是因為工作要求的出差 但是旅行是你個人休息時間的一種興趣嘛 所以或許你會覺得這個也代表了 你對這份工作的熱情 但是這個盲點是 這個回答的盲點是 如果你都沒有或者是很少有過夜班 或是都沒有國外過夜的好班的話 你是不是就不會想上班了呢 可能公司會有這樣的疑慮 組員的工作重心啊 是以機上服務為主 主要就是保證旅客的安全 還有服務的滿意度 那到國外過夜呢 只是剛剛好附家的一個出差 公司更關心的當然是 你入學以後 在機上如何工作 像我之前的公司呢 我講一下我們的行程 我們的歐洲班 有七八成都是當地 停留24小時的 好一點的是48小時 也就是說如果是24小時的話 落地過海關 然後從機場到飯店 然後再扣掉你那些當地 睡覺休息的時間 比如說我們降落到當地 是清晨六點好了 那你到飯店睡醒 大概下午一兩點多 那你頂多就是到市區買來點東西 然後吃個晚餐 大概就天黑了 你也不能到什麼太遠的地方 或是規劃什麼旅行之類的 因為隔天早上我們就會離開飯店 然後執行灰塵的航班 這是大部分 大概有七八成的過夜班都是這樣子 那以公司的角度來想 就是過夜一天我就要付你 在當地的生活的零用金嘛 那當然是 讓你待越少天越好啊 就是少花錢 而且畢竟主員就是跟著飛機走的 如果在載客率很高的情況下 一個禮拜裡面當然是 飛機來回飛越多次 營收才會最大化 如果天天都有航班飛的話 那主員也會飛得很密集 停留時間自然當然非常的短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回答說我嚮往空姐這種 很有氣質啊 很優雅的形象 就形象很美好 其實這句話本身是沒有問題 公司確實會希望 主員身為第一線的人員啊 門面給顧客非常好的這種印象 尤其是亞洲航空公司更希望 會呈現主員這種你知道 完美非常優雅的形象 但是單講這句話會有點 暴露你對這個職業的不了解 因為其實空飛員的主要 實際工作是非常高勞力輸出的 也就是每天要搬飲料啊 放行李等等 這是每天都會遇到的事情 所以你的體力跟身體都要很好 而且航班上工作有時間壓力 你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要完成 大量大量的服務工作 有時候在廚房上下下就非常忙碌 不是你走出來旅客看到你好像 慢慢的很優雅慢慢的發餐之類的 就是而且這時候優雅的形象 可能會變成公司給你的一種包袱 像是已經快要下降停止服務了 都已經快到了 但是你的工作都還沒有結束 那你後面還有很多 比如說安全檢查等等 剩下的工作也需要趕快加速了 那你可能會露出急躁不耐煩的表情 可能有時候客人還在跟你要東西 或是需要一些個別的服務要求之類的 那你可能人之常情 你可能就會不耐煩 或是很急躁的那種感覺 這個時候客人可能就會把你拍下來 或是客訴你 或是另外一個是 你可能太累了 坐著下降的時候你睡著了 這種也是有被拍照 上傳網路之後就被開除了 這些都是有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都只著重在下往 想要組員這種很棒的外在形象 這種很好的生活之類的 可能就會鋪路你對這個行業的認識不足 可能你就覺得你沒有做功課啊 沒有了解實際的工作內容 導致你真的飛行了之後呢 你可能對工作內容認知有落差 像是很多組員可能一上級服務 開始飛行了之後才發現 這不是我要的 或是我真的很難忍受這一種 不管是時差的生活啊 或是有很多高壓力的機上工作等等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很想要趕快離職之類的 所以先認識 先表現出你對這個行業工作內容的認識 也會讓公司比較清楚 就是你很了解我們 就是進來之後你要幹什麼 然後不會是感覺認知有落差 然後就很快就離職了之類的 為什麼想要考空服員 應該要朝哪個方向回答呢 其實不只是這個問題 就是你全部的回答應該都是要展現 畢竟這是一個工作面試嘛 所以你要展現對公司有益的這些人格特質啊 專長 畢竟公司花錢人來 當然要知道你可以對公司奉獻 付出到什麼地步跟 或是錄取你有什麼好處之類的 人格特質呢 我建議就是你回答可以著重在 喜歡跟人交流啊 EQ很高 吃苦耐勞 體力很好 然後在團體中是配合度非常的高 反應很快 然後你也喜歡學習新的東西 你很會入中語言之類的 這些都是實際工作內容中 對你有益的特質 那然後 呃 講了這些特質之後 你再加上一些個人的經驗 比如說工作經驗 或是個人的人生經歷等等 你就可以當作 輔助你這個 特質的事實 那有舉例子之後 就會覺得 更有說服力一點 比如說組員就是工作壓力非常的大 那你如何在忙碌的這些很密集的工作流程中平衡 你如何維持對旅客還是很友善 但是你的工作效率很快 不會拖慢整個團隊的效率 那你可能本來就是一個喜歡跟人家交流 然後你喜歡這類型的工作 雖然很忙碌跟工作內容千篇有趣 但是你可以在這些工作的得到成就感 就是滿足旅客需求等等 幫旅客解決 解決問題 那你就會有成就感支撐著你 繼續做這個工作 以及你的EQ很高 你如果遇到行為不合理 提出不合理要求的這些客人 你也可以很冷靜的處理 不會情緒化之類的 這些都是 呃 特質在工作內容中有益的 例子 或是有個情況是 旅客隊服務不滿 那你應該要 即時的了解客人不滿的點在哪 然後做出相應的 補償工作啊 或是替代方案 那有些人就會只是死腦的 呃 很死腦筋的去讓旅客接受你 非常自私化的道歉 那客人可能不一定會接受 非常自私跟死辦的道歉 所以隨機應變的能力也是要非常的好的 比如說 航班時間延誤了 那我們前面已經delay了 客人當然會想要下一段 如果他有轉機的航班的話 他想要趕快下機後 趕快接上他下一段的轉機 他怕接不上 通常有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會把客人換到比較前面的座位 比如說比較靠艙門啊 那他落地了之後 就不需要再排很長的隊伍 慢慢的從飛機下去 就是他可以趕快下機 然後落地了之後 我們會跟地面人員溝通啊交流 那他知道有一個客人 就是需要趕快接到下一個飛機 那說不定有 接駁車可以直接到那一台飛機下面 或是 有比較快的通道之類的 雖然這不保證他會馬上接到下一台飛機 但是你至少 已經 呃 展現你對客人就是 很有關心啊 然後真的有得幫他想辦法 那客人就會覺得 這個 服務是很好的 那這些就是替代方案跟你臨場 可以讓客人 幫客人解決問題的這一些 反應能力吧 回答問題呢 主要就是換位思考 你不要以自己的那一種 呃我想要做了這個工作之後有什麼 呃 幻想或是期待之類的 應該你要更主要是要 就是以公司的角度來想 如果我錄取了這樣的人 對公司會有什麼樣的 嗯有意的地方 那朝這種方向回答呢 就是會比較符合 公司心中對合適人選的想像 那也會比較容易 就是打到那個點吧 公司在意的那些點 所以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會希望 就選到這樣的組員 那這就是我對 嗯 空服員面試回答問題的一些 分享 就是畢竟我在公司待的很 也不算很久啦 但是呃 呃待了這些時間大概也會知道 公司比較喜歡怎麼樣的 呃員工 然後航空公司大概需要的 人選大概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 航空公司天天都會發不同的通告 鼓勵公司的組員就是 工作上的表現會朝什麼方向的 然後以什麼樣的形象 對旅客呈現 所以如果你事先知道了 這一些點的話 你在面試的時候 就有回答出來這些點 那公司就會覺得 這次很符合他們 合適人選的想像 那會讓你可能 比較容易見到下一關 或是真的入選之類的 那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囉 掰掰